有了 好 感恩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如居鸿台长 我是黄甲俊 1993年 属鸡的 然后我肩膀有问题 请问是跟灵性有关的吗 九几年的 93年 属什么 属鸡 你家里的灵性 小弟你晚上睡觉听到家里楼顶上有声音吗 有 一点点 在你家很长时间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他经常还喜欢玩你写字台上的东西 所以你写字台上的东西明明放得好好的 一会会变掉的 有一点点这个灵感 你开始念经了没有啊 还没 只有我妈妈念 赶快念经啊 知道 知道吗 这个灵性跑来跑去的 很活跃在你们家里 他经常在你们厨房间里 听得懂吗 但是我已经念了七张了 包括四张 七张啊 这么多啊 没有四张四张 四张啊 哦呦更多了 因为我有念过 因为我念了一个时期 没有声音了 这个小房子 人家要念几百张 几千张的 你四张啊 你想解决什么问题啊 因为我刚开始念 你刚开始 要好好念的 对不起 现在没走啊 还在 是一个小青年 明白了吗 是一个男孩子 钓过孩子了 没钓过 你没钓过孩子啊 没有 一个男青年在你们家里 要不要想看看他了 晚上我叫他来看看你 像我要给他念多少小房子 他肩膀是怎样 肩膀我刚刚已经讲了 叫他好好念 这个灵性大概 要130张小房子 好吗 他要放身 明白吗 他要放多少张 多少条鱼 他要放多少 八百条 好吗 你这个儿子我告诉你啊 这个灵性已经弄过 你儿子好几次了啊 你儿子抽筋 抽过吗 没有 没有啊 他搞过你的脚 你脚有没有不舒服啊 之前是有跌过啊 跌过 看见了吗 我就看他在弄你的脚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他接下来 要弄你的鼻子 你的鼻子会塞住 很不舒服 有有有 鼻息肉的问题 看见了吗 所以灵性要搞你们 你们躲都躲不掉的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你这个孩子呢 欠他妈妈很多 所以会听他妈妈的话 因为 可能是他妈妈上辈子的 曾经一个恋人 结果没有成功结婚 所以这辈子跟进来 继续跟你恋爱 听得懂了吗 所以你喜欢他这不得了 明白了吗 爱他比爱老公还厉害呢 疼他罢了 好了好了 还有什么问题啊 将他要 他的学业怎样 现在能够读书吗 学生读书没什么大问题啊 可以读啊 可以读 智商什么都没问题啊 就是腰稍微有点不好啊 腰 还有肠胃 还有他练食 吃东西啊 有挑食症 这个喜欢吃 那个不喜欢吃啊 听得懂吗 懂啊 没什么大问题的 他很好 当心啊 他的感情很破 就是像玻璃杯一样的 很容易破掉 一破的话 他会想不通的 你让他感情运 一定要好一点 在心灵法门里边 女孩子当中 找一个就好了 听不懂啊 听懂 以后我们穿长裤子啊 听得懂吗 听懂啊 短裤子 硬气太重 肉硬啊 听得懂吗 听懂 接着下来我还要再问一个亡人啊 名叫陈秀美 耳东陈 然后秀是秀丽的秀 然后美是美花的美 就是美丽的美啊 美花的美 啊 美花的美 陈秀美 1990年往生了 他现在在哪一个阶段 啊 他在哪个阶段 他在那个阶段呢 他现在在天上那个阶段 预见天的阶段 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走的时候 你们可能给他做过法事的 请人家念过经啊 或者有过法事的 听得懂吗 这样还要给他念吗 现在不要了 在天界了 蛮好了 OK 感恩 啊 成秀美是吧 对 啊 蛮好的啊 眼睛蛮大的嘛 嗯 在天上现在做 很好啊 像做仙女一样的 飘来飘去的 很开心 走的时候给他穿着 丝绸的衣服是不是啦 棺材走的时候 穿着丝绸的衣服 听得懂吗 听懂 听懂 好了 感恩 想看到他 想 想啊 好了 两个礼拜 好吧 叫他下来看看你们 感恩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